就是大家不只可以看你多回 然後也可以更關注台灣的棒球 對 而且有看到蠻多就是 不是原本是棒球迷的粉絲 就是可能比較像韓團的那種粉絲 會舉那個應援板 然後特地會喊口號這樣 所以我覺得它也有吸引到外面 就是平常沒有進場看棒球的粉絲們進來 我覺得也很棒 威脅我自己覺得是還好 因為它在第一天出登板的時候 我有去探班 然後大家有因為它的關係 所以整體的舞蹈的力道有再更提升一點 對 大家我覺得是一個良性的競爭 就是沒有到一個會互相覺得 有就是被競爭到或是什麼的 我覺得大家是一起在變好 我覺得這點是很棒的 因為多會的關係 是蠻好的耶 因為有蠻多可能多會的粉絲 他可能在台灣之前就有滑YouTube 然後就有看過你多會 然後發現他真的加入樂天以後 我們那天其實是平日 禮拜五球場有七千多人入場 其實算是賣號賣號的成績 所以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良性的帶動 就是大家不只可以看你多會 然後也可以更關注台灣的棒球 對 而且有看到蠻多就是 不是原本是棒球迷的粉絲 就是可能比較像 韓團的那種粉絲會舉那個應援板 然後特地會喊口號這樣 所以我覺得它也有吸引到外面就是 就是平常沒有進場看棒球的粉絲們進來 我覺得也很棒 也帶來了另外一個不同的風氣 其實我們啦啦隊私底下有討論過 我們好像沒有這樣子會喊口號的粉絲 所以我會覺得還蠻有趣的看到這個場面 其實它蠻可愛的 因為我們這三天就碰到它 除了在休息室之外 就是它也會 它還買那個鯛魚燒給我們吃 就請我們女孩吃 然後在舞蹈的部分 因為我們剛好也有一個翻譯 那其實多會它也懂一點點中文 那我們自己也會跟它講很可愛的 就譬如說 請它可能退後一點點 就像媽咕 媽咕 媽咕 這是日文 這是日文 它就會笑 就會跟它有一些互動 而且它非常的親切 就像我第一天在球場見到它 然後那時候 它一見到我就馬上有就是鞠躬 而且還兩次還三次的鞠躬 然後它就很可愛 就哈哈這樣子笑 我就覺得哇 它是一個非常夢幻的 一個很可愛的女生 然後個性也很可愛 就雖然我們的語言沒有很通 但是我們通過 通過我們的鼻手畫腳 能夠知道對方在想什麼 對 然後因為我們有很多粉絲 不是 很多的團員會就是 用韓文幫它加油 或是特地用韓文去思訊它這樣 所以相信它應該也有就是 感受到台灣的熱情 您傷心情應該是不太受影響吧 因為感覺它還是在 持續的在工作 這樣然後也期待 他們有一天可以同台演出 對 到時候應該也是有一波話題 對對對 對對對 我們這個算是鴨箱寶 我覺得它其實是一個 現在的心理素質已經滿強大的 就是它不太會被酸民所影響 就是它自己已經調適得很好了 然後面對各種狀況 我覺得它也應對的很多心應手 所以我相信它現在應該不太受影響 還是有持續的在工作